厂里的爱情保安 太难受了 不行请假 我们这都怀孕三个多月了 我怎么请假呀 我说我和同事结婚怀孕了 咱公司不允许办公室恋情 你赶紧回去吧 别让别人发现了 这 王妮说捧个拉一桶出去 又捧回来了 我想回事去了 他俩的事要是王总知道 那必须得有一个人离职 要是麻结走的话 那我生日的机会就大了 今天这王秘书怎么灰灰碎碎的呢 找到了 这回你必走迷回来 这抽屉怎么关不上了 姐你回来啦 马皮筋 来我办公室一趟 王总您找我 门关上你坐 最近怎么样 感觉胖了点啊 啊 有吗 你也是公司老员工了 从公司创立到现在 一会七八年了 如今你也是公司高层了 有些规矩我不说 我应该也懂 我王总我没太听懂 别的我也不说了 你俩走一个吧 这 我明白了王总 必须得让马皮静走 他一个月公司三万多 他走了能多找好多人 另外他一个孕妇 未来事更多 托尼来一下 嗯 他俩咋不被人了 不对 出事了 出事了 我感情成心了 走 为啥让我离职啊 公司规定你不知道吗 咱俩对需走一个 那平常是我呀 你回来正好只能回家养胎吗 我凭什么回家养胎呀 我一个月挣三万多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 不到一万 能养活这个家吗 那哪有老爷们一个家呆的呀 那全是我面子我买饭的 谁认识你呀 谁知道你是面子还是鞋垫子呀 东窗事发了 哎 那王总咋知道的呀 另外你这玩家 你放公司可好呀 怪我了 怪我和你同学结婚怀孕了 媳妇你别生气了 你想老公要是没工作了 我还咋给你买礼物啊 前几天说春天换鸡脸干吗 我现在下周到三八节了 准备给你买功夫品呢 老师更舒缓一天才五十多 点上生活直接点评论区 就能买三八好无一件利益 好无理得我更值得 我不管啊 你们女人就应该在家相处教责 那我就让你见着见识 这套在我马皮静这儿不好使 这婚姻这孩子我宁愿不要 也不能委屈求全 放弃我的事业 我的人生 他妈姐太敢了 哎呀 妈姐一点都不恋爱脑太牛了 哎呀 操你没走啊 我正好找你有点事 我还是很欣赏 男人一定要有事业 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吧 王总 我会努力工作 非常知道老板秘密时 哎王秘书 我这后面衣服吊盘好像忘摘了 哎王总我帮你摘 你剪了就行 哎好嘞 妈妈 头发挂你衣服上了 哎你别着急慢慢整来 我去王总办公室汇报啊 整不开呢王总 您别动啊 不行剪了吧 你这头发上面时间都该扎起来 马上马上 缠上了 哎呀快点这行不行啊 您别动啊还有一点 王总 哎 不好意思王总您忙 哎呀 是还没看着 这是干啥呀 让我看这个 公司也不让我好好干了 你看你让人误会了 下来了 姐你听老弟的你先别进去 老弟不坑你 这又整哪出啊 终究是我承受了所有 咋的了 不可说不可说 哎你说他们咋就不背点银呢 你看着啥了 这事不能说 传说就我不背了吗 木铃 来一趟 啥事都不能看我身上 坐吧 啊王总我今天没戴一些眼镜 我看不着 你这在哪啊 这么近都看不着 哎呀妈可这呢 哎呀妈王总 我看不清 你近视这么严重啊 那 刚才 盈盈抄抄的 哎屋子里是不是害过人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怕你误会 刚才呢是王秘书那个 我这个衣服掉牌面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不想知道你们之间的小秘密 哦我真看不着 不是后来那个王秘书那个头发 挂我这个 王秘书我很珍惜这份工作 我真看不着 行吧 我主要是怕你误会 本来没啥事 另外在公司吧 你也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知道知道 那晨高天了 哈哈哈哈 啊 你看我真看不着 哈哈哈哈 哎妈真疼啊 那个慕玲最近工作不错 年终奖加20%啊 这是买我闭嘴呢 哎你为啥呀 有些事还是不知道的好 这钱拿著烧手 我去拉个屏屏 哎 王总上厕所 啊 完成了 哎 王总 这俩人上厕所都约好啦 王总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说 tu 你俩这样 太明显了 War 없습니다 啥呀 净瞎行子 唉你说我咋傻都能看着呢 唉你说句话呀 姐妹你听我说 这事可不能外传 我疯了 我还想好好干呢 就我一个人看着了 但凡有点风言风语 那不都知道是我传的嘛 不跟你说了 手指盖皮了 我去整一下去 下坏的健身呢 包你听说了吗 王秘书和王总他俩在办公室 谁说的 谁 啊 公司都传开了 听说了吗 都不知道了 真那么整啊 一山不住二虎 除非一公一五啊 这不让我死吗 你们别瞎传啊 公司是工作的地方 你整那么多八卦干嘛呀 你们看着啦 你去去瞎传 啊 啊 你咋了 我不管你是谁啊 赶紧从我姐妹身上下来 我没事 他俩不是那么回事 是王总衣服掉牌没筛 王秘书给他剪掉牌 那个他头发刮上了 你别扯了 你说这话谁信呢 王总跟你说你信呢 目里人昨天工作有失误啊 奖励的年终奖全扣了 另外再扣20% 到办公室来一趟 这一天感受人生大气大落呀 这嘴就没个法门的 真不是我王嫂 一共就三个人 你 我 王秘书 我俩还能说呀 除了你还有谁 不是 我真没说 看不着看不着 跟我真能演 我都告诉你了 这是误会 你别说了 我生气了啊 你再说 我就出去大传特传去 我都看着了 你 你要反骗呢 我反了反了 怎么了 我疯了 啊 你咋回事啊 好像吵起来了 王总年说 答应大家的年终奖 能不能给啊 十月花大饼的 能给你我都随你信 要是给的话我都算了 我得看三万多呢 当老板的没一个好比 我感觉够呛 王秘书你来几个月啦 啊 快两个月了 我看也看不了多少 我都不期待 时间长就知道了 咱老板下蛋 现在每个月这儿公司 我那车都不舍得加油 我咖啡都喝上苏融的了 要我说全平亚老板 全大啥 宝 你骂老板 手可乐一听了 小字发发发的 王总 这是今天的工作计划 好 放这吧 你还有事啊 有个情况我不知道 该不该向您汇报一下 我也是希望咱们公司 越来越好 你说吧 您听一下这个 当老板的没一个好比 全平亚老板 全大啥 老板下蛋 通知一下 十分钟之后 会吃开会 这个点开啥会啊 不但我预感不好 想拉遍啊遍啊 年底了 多看看自己的KPI 完成了没有 有时间多放在工作上 稍耍嘴皮子 白小莲 你这个月拉了几个客户 王总 我的主要客户 集中在六月到八月 别的时间就吃鲜饭呗 猫猫 六月份的工作失误 反省了吗 这事都过去半年了 靠你 墨林 你 你这里一天你大五 把心思摆正 别娇舌根子 研究上我了 年终奖 一分没有 王总突然间发这么大脾气 我都害怕了 放屁诊限制 王秘书可真缺德 王总不得给咱们穿小鞋啊 以后得防他点的 不行 这么被动 咱以后没法干了 我有一张 你应该试试吗 王总 思真心 什么意思 你再有那间的公司干活 寒心 淘尼你可是老员工啊 更寒心 你们先出去吧 王总他们辞就辞吧 到哪招不到人呢 这四位都是业务务干 他们的活你能干呢 再说这年底了 上哪招人 挣钱要紧 只能舍弃王秘书 宣布个事啊 你们今天都很努力 年终奖 照发 这班没我 不行 淘尼 有卡拿我去用 谢谢王总 王晓怜 咖啡拿我去喝 这好吗 太惊喜了 破费了王总 没事 我用了蚂蚁财富黑卡特权 上知物宝搜财富黑卡 有机会领财富黑卡先想卡 每个月得一百块的油卡 和一杯免费新巴克 还有专属财富管家 给我做财富规划呢 小王在秘书岗位上 还有些欠缺 木铃 你手下还缺个助理吧 你缺 你缺 你就缺王秘书这样的 现在开始 你调岗了 来吧 姐妹 咱俩工练吧